歡迎大家回到第二節的《講萬咬借幫》 今集是第幾集,第82集 沒錯,第82集,《講萬咬借幫》 上集就說了兩大終極 上集而已 上...上... OKOK 上集就說了兩大終極 今集就... 講些... 都是終極,都是決戰來的 對決也是對決 但就不是終極來的 但天地動勇 怎麼看啊?第八童人 決戰不殺的第九章 他一開始說一下趙大明那個出場 即不是一開始的 一開始都說一些... 黃金器脈,介紹一下黃金器脈 其實到第四頁已經說過趙大明出場 不是出場 他上集已經出了 他想打十成功力的紅十八將 即是趙大明那一幕 因為上一集說到尾 剛剛趙大明想出... 旁白就說到他出十成功力 然後氣勢多麼強 多麼天地動勇 但在上一集的尾 根本整個天空就是一片偉藍 即是你可以告訴他 他跳高了 然後叫什麼 那他厲害 一片偉藍 曾蔭權努力了很久都做不到 是啊,藍錢行動 因為曾蔭權還沒出十成功力 因為他不是過去幫 所以他是一個刻意 哈哈 即是... 這次的感覺就是補完 即是第一期尾的對白 反正正在說那個場景 我覺得是 今期的場面是真是... 非常漂亮 很好盪盪 是啊,尤其是他... 在天空拉那幾條龍下來的那一刻 我都覺得... 即是有些... 即是印象深刻的 其實都看了 封面就固自然 封面... 但是封面... 封面也誇業的 是啊 不誇業就看不到 咦?阿范達式封面了 是嗎? 范范我就不知道 但是最少漂亮 我覺得這個封面是少數地漂亮的 但問題是 我覺得他不誇業就差一點 誇業就是氣勢起到 是啊 即是如果他用回普通一版過 打橫輸倒做封面的 一個氣氛就完全沒有了 因為其實他現在的整體構圖 講封面的構圖 是... 用了上下和遠近的透視感 其實是做得很出色的 即是... 你知道龍少爺的封面 很古怪的 有一段時間 尤其是魔龍虎門 不是實境來的 一定是一些摩導式的 即是像今集紅武大帝 香蕭肉韻 這種摩導式的封面 但他這個是現場感的封面 實境封面 其實相差很遠 而且一定會回覆這個故事 不過我覺得這個封面 如果能夠加回兩個人的大頭 向旁邊 那個氣勢似乎不再長 不是啊 我反而喜歡現在這樣 即是你不用每次都給中極對決 那兩個側面 不是啊 是一人佔一隻角 因為這幅畫的感覺上 空間還有很大 但他那個人實在太小 空間感就是最好的 即是這個構圖裡面最令我覺得好的 其實大家有沒有印象說 聶豐當年的天下氣風雲那張封面 是點水的 不是 天下氣風雲是藍色背景的 聶豐只是站在最右下角 很細小顆的 其實大張大張都是藍色的 我覺得這種構圖 其實是很出色的 或者不用再加一個大頭 加一個大頭 加一個大頭 就會變成很強硬塞一個頭 還有你會破壞一些龍 或者有環境的氣氛 我覺得就是樂於速套 簡單來說 如果有大頭 或者他把他的披肩是麻草的披肩 畫得再細緻一點 現在好像天空一隻 不知道什麼鷹 還是肯德基 他掛了一隻 快死他那隻手邊的腳都好像有點混亂 是啊 而且我又嫌他 如果你縮回報攤看到 只剩下一個筆殺 就看不出氣勢 因為氣勢主要在後面 講開封面 我覺得他其實像劇照 因為初期未跨越 未抹開看的時候 看見北撒 有些經文 都大概知道他做什麼 但當他打開看回整個圖 除了看了龍 或者立體金屬賽 仔細留意 其實地下是有七素和軍寶 兩個人仔 很小小的那樣動在 是啊 基本上是一個劇照 如果只剩下純封面 你只要表達 趙大明和北撒有多厲害 其實是不需要加那兩個人仔 其實我覺得 是一個電影場 一個經典場面 他拿出來做封面 臨場感很強 是啊 那講一下內文吧 不要只講封面吧 今期終於解釋了一個很重要的關鍵 在這本書裡面 在這本書的武功上 一個很重要的關鍵 就是黃金器脈 我看完之後 未來人報告 未來人報告 就再講回 其實為什麼我們一直都知道 這兩個人會這麼厲害 就是因為我們知道 其實回答完是 玩Fly 會拼操你那條經脈 所以女孩子就不要拼那麼多 都可以 你不是拼操那條經脈 不一定會拼操我身 拼操了那條經脈 所以就是說那些血液流動 諸如此類的卡拉瓜拉 會快的流動氣 會快的 內功 諸如此類 所以你也可以 你的內勁可以更加充盈 但是我印象 我不喜歡的這一種補原 就是他加了一種叫天選之氣的 那個很宿命的感覺 可能我們自己也不太喜歡 或者我自己也不太喜歡這種設定 一說宿命就好像 那些主角麗牌會有 你都說了 他天選之氣 其實他不需要訓練 總之是不是喜歡踏下圓 就是 沒有了人應該要努力的那種人本 而任何事情都是上天注定 雖然這個某個意義上 都跟九巴刀的原著相差無幾 但是九巴刀他沒有說得那麼具體 他在原著中 我印象之中 他只是說 不是武功強就行 要有純樸 要有 心態也很重要 對 心態單純一點 但是心態單純一點 和你個人純樸一點 跟你那個天選之氣是完全沒有關係的 你一個沒有被天選過的人 都可以在經歷裡越來越純樸 諸如此類 就是以這個日曼 現在香港最賣的那本 胡忍去做比較 有部分人 不是One Piece嗎 講到最賣的嘛 OK 就是部分人喜歡裡面 其中有些角色是沒有天分的 是純粹靠一批牛力 努力去不斷去突破鍛鍊自己 有些人是特別喜歡這個角色的 活計限界 有些人是特別去討論 這些就是天選之氣 這些就是天選之氣 最黑人討論就是這些貿易 只是婦女喜歡這些 懂了 還有開頭對話同樣 就是 七索 七索 剛剛出場的時候 標榜她是一個 為什麼大家會欣賞她 因為她是一個不怕苦 肯硬去努力去努力的人 即80後都沒有 並不是一個天資很強很強 所以只有天道後的人 我們小時候 她是捱苦捱回來 她會告訴我 原來不一定要天資很好的 只要我不放棄 我堅持 我肯捱 我就可以練好武功 最初是這樣的感覺 到現在就告訴我 不是的 其實 只要天選你就可以了 我覺得有一點是 自打嘴巴 我們讀了這麼多年書 永遠在我們低潮的時候 那些先生就會說 將勤寶絕就可以了 原來你要是天選之氣才可以考得 她這期間全都否定了我們 這個傳統價值觀 突然之間很可憐 很難認同 為何自己考不到第一 原來是因為你不是天選之氣 張勤寶絕就是告訴你 你張勤寶絕就可以合家 什麼時候告訴你 你張勤寶絕可以考第一 喂不是 有些先生會告訴你 可以的 通常是你不合家 她才跟你說 張勤寶絕就可以了 她不會在你考第二 跟你說 你張勤寶絕就可以了 她不會這樣說話 變成今期有這個位置 是我覺得看得最不舒服的 不過剛才我們一直都說 趙大明和筆薩 或者是軍寶七所和趙大明三個 三大男主角去打筆薩 就有些在畫面上 令到我們都覺得 有些人留到印象的位置 但是反過來 其實會不會覺得 都拖得太長呢 對呀 尤其是今期這麼多解說 還有很多時候他們過招 就不夠 我覺得對策方面 我總是覺得不及我 每個星期看的龍虎門 她是單調很多 尤其是小丹鳴 某程度是一個悲劇 看起來是有點辛苦 感覺不到那種激烈的程度 如果單其數來算 我覺得今期真的做得很出色 因為我不是奇奇追的 老實的 因為我已經知道了故事 會怎樣發展 沒有那種奇奇追的動力 單其算 我覺得今期是很出色的 希望一路可以維持多一期 不要兩期太拆尋 等等 我先問一問 你認為最出色的是哪種 我覺得是分鏡構圖 氣勢真的在那裡 我覺得 其實在今輯這個故事裡面 有其中一個很重要的環節 是主編技巧 我不是說很高 而是相對特別的 其實呢 大家有沒有留意 筆殺其實是沒有表情的 他也沒有什麼想法 究竟他個人在想什麼呢 是不苦告訴讀者 他一直在吃饅頭的時候 去告訴讀者 其實筆殺這個人 其實他會不會很慘呢 筆殺你會不會其實都想過 其實現在你看到溫寶和七索就是見回我們 所以為什麼你的反動會這麼大 諸如此類 筆殺的感想 是由不苦話出來的 這個其實都挺豐富的 在主編技巧上面 我都挺喜歡這一點 那你說故事會不會拖 因為我始終是看過原著的人 我從頭到尾 我知道他們大約的進程去到哪裡 所以 我也沒有施迪那種說 我很有衝動會追 所以反而就是 反而我跟施迪看這本書的時候 就會是 所以我們嘗試去欣賞他的主編技巧 還有 Rather than Rather than 他的故事是否夠激烈 因為我沒有感覺 因為我看過 結果都知道 沒有意外 我知道這堂血是誰 我都知道 今期最後走 除非他說是M血 我當然猜不到 如果不是 按照故事照行的話 我就知道這堂血是誰 這堂血是誰 反而這場 他們三個血戰 四個血戰 今期打起來 沒有早兩期這麼精彩 一來就沒有他們的創招 或者怎樣比輕就重 變成是不同的人 不斷在那裡捱招 或者只是鬥內力 我就覺得這樣 是單調了一點 今期最精彩 就是告訴你 趙大明只是懂兩招 解釋了一個很大的謎 那裡真的令到你看 蛤? 即是你馬上會這樣反應 都假的 是假的 如果在看下都很平等 我打 蛤? 創兩招就是你 對呀 今天有個聽眾打馬來跟我吹水 他也有這個反應 他在這裡笑了出來 嘩 七叔很認真地跟趙大明說 你不是現在才告訴我 你真的會創兩招 但其實這個很昇爺 因為九巴刀本身很昇爺 你們看過圓主的人 猜不猜到他還有幾一期 就完結了這場 暖峰江 一兩期就完結了 說到斷手就 唉 幸好他沒有說是誰斷手 這裡還有三個 讓大家慢慢打 說你還要重複一次 我想你也會剪掉 剪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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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說到有單戀在這 其實我就 剪掉了 應該是 還有一期至兩期就完結了 希望可以爽快些 或者能夠在最後一兩期 令到大家 好像萬機所說 在這一場 留下一個深刻印象 兩期 如果看完下期 如果太極勢的後半招 他可能下期出 然後再下期破 看看下期有沒有驚喜 我相信 就兩期再休了 好 然後就 那本不是剪掉了嗎 不剪掉了 何時又剪掉了 但是因為他不定期 所以你 因為他用了Double剪掉了 剪掉了之後 又再賣 不是呀 聽說又聘請兩個人 是呀 有這樣的閒錢 就是 喂 賺了 肯定賺了 你想想這個82期 他可以捱到82期 這一本書一定不會是虧錢 第一 第二就是 閒錢不代表是虧錢 他要拿出來 第二就是 那他真的做不到 你想想 這些時間都亂了 還有呢 你想想 我假設 大家有數可以計 當一本書他收到七元才算 還未算燈油火立 如果他只是一個人 我當他賣三千書 一期都兩萬 一期收兩萬 兩期就四萬 要入三四萬 你再扣燈油火立 是另一回事 肯定有人 有空餘時間 你知道這些座你很便宜 現在 還可能是散稿 也不奇怪 你知道現在很多都是散稿 那你知道其實 就是有空間 那我為什麼想說絕心無傷 就是看完若干期 真的老老實實 這本書 其實 為什麼我今期特別想說 因為今期書題 叫通貨膨脹 你有沒有套了一兩期 有一兩期我沒有買到 但我發現完全不是問題 哈哈哈哈 OK 即是完全不是問題 其實我都可以拿到一個故事 而最有趣的就是 其實呢 志文的這一本絕世無傷 他今期說到趙炳 就 因為忠於忽必烈死了 他突然之間覺得很空虛 因為他明明想殺忽必烈 因為分別連攻進來 又是五月症候群 哈哈哈哈 即是突然之間覺得很空虛 那怎麼辦呢 但他也重新取得回 現在呢 就成為真真正正反 他覺得這是一個反源的好時機 自稱為朱元將 即是朱殺元人的將領 自稱朱元將 那麼就 這個不是我最想說的地方 而是他接下來說一些歷史事件 其實是配合整體的效果 就是講通貨膨脹 就是 忽必烈的繼承人 好像叫鐵木耳 鐵木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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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不停地引起這個大元通報 這個大元通報 其實跟著來 整體來說 就是令到元朝破產的一個很重要的 就是史上的真正原因 對 其實這裏都被你老友 他見回 雖然他不知道為什麼會引申通貨膨脹 但是他知道原來通貨膨脹引起出來的就是 會有很多一般人 其實本身他沒有立場的 你宋帝炳做皇帝 還是元人做皇帝 對他來說是沒有所謂的 元人 即是元朝的人 即是蒙古人做 巴菲 或者是星星星人來做皇帝 對他來說也沒有影響 但是一來到港島通貨膨脹 他們生活不了 他就會撐另外一邊 他就會幫忙起 其實也是會配合下去 他接著要做的 不過 這些事情應該應該第四十期就出現了 而不是等八十期才出現 這是我半盞半壇的地方 對於這本書 但是畫 除了沒有景體之外 其實這年半以來 其實他們也不止 雙周刊已經兩年多了 三年都來了 其實好像跟天子差不多時間 你會看到其實他的畫功都穩定 如果以這樣的人數去做 我脫了幾個月 我今期突然看回 我覺得他的線條似乎清瘦了 好像比之前簡潔了 不知道是不是他再簡潔了 不知道是不是他調整好工作 或者是有幫忙 令他好容易把稿件的質素 擦好一點 我又未必覺得這麼快有效果 可能有全稿都不奇怪 不過他之前也脫了這麼久 有時間做這些事情 專欄也有說 他有時間表 他希望新年這兩期 可以整理好工作時間表 我很期望 《絕世無相義》 可以寫得回 再刺激一點 因為我覺得 好像之前這樣說 其實是很講到的 由第一輯說 宋帝在日本怎樣回來 即是皇帝病怎樣大破元君 整段事情 好像跟現在的主族沒有關係 只不過是把宋帝病帶回來 帶花了一整年的時間 實時來說 用了一整年的時間 二十多期 二十多期就是一年 我就是那個位卡 因為太沉了 好像沒有什麼發展 而且串聯性不大 跟其他角色 然後回來 講回一些新的江湖十傑 武林子磚十傑和白什麼 我忘記了 江湖龍虎榜 講回江湖龍虎榜 但好像說了一半 又沒有一件事 然後他決定反了 然後跟總官打了一段 好像沒有什麼結果 然後去到你老友去找 正宗趙炳一輪 又沒有那件事 正宗趙炳 又沒有那件事 群炳大會那段 對 群炳大會 接著到現在 好了 又講的鐵礦山風雲 找到鐵礦山 然後又好像棄了一輪 又沒有那件事發生 結果鐵礦山好像跌了去病教 因為我印象沒有幾錯 因為他們不夠流淚黃打 所以閃了 所以我期望 接下來新一輯 或者新一段的故事 可以走得快 你看到前面那些很多時候都是廢 為什麼我們 講講下本書 掉了不再講 就是因為 好像每件事都講了一半 又不想再講 這本是 因為志文如果在2010年 有心思 我希望他可以做得更好 因為他的畫工 我想如果講其他書 大家都看到很厲害 唯獨他的畫工 是比較有趣 和特別一些 所以如果他可以做得更流暢 更流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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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面那幾年 都是流暢 又如緊臭不足 我想 接下來 他可以給他一些驚喜 令到我可以繼續 投入他的作品 其實 無雙手上的資產是不少的 例如很多大家 是有感情的人物 例如一些 漫畫評論員 木無然 還有一些 九尾狐 幾多樣性 他的故事還未完全破壞 其實是 只要整理正 我相信 升書不是太難的事 希望他可以好好把握 這個新的開始 那我們要多插兩東西 好啊 通常我們一插就升 我也希望重拾 《無雙一》的質素 因為《無雙二》初期 我除了 畫面也OK 但是故事也太沉 所以 但是去到後期 我不知道他有什麼事 好老實 畫面質素 雖然他的勾頭還OK 但是後面的背景 就白了 沒有人 這個就很明顯了 看看下次會不會 又可以 變回我們長廣的一本作品 我希望 我不希望 不一定要有什麼 有什麼差錯 不一定要有什麼突破 但希望他可以重拾 《無雙一》的質素 老實說 《一零年》 我們希望不是 每一集都有《玉記》 《玉記》 《玉記》 其實那些書都已經剪了七七八八 現在只剪了《風雷龍虎門》 和《洪武大帝》 我們希望 那本《春秋淺紅》 不要無視他 拿回去再說 剪了半本 我的意思是 我不會買 我想買不同公司 剛才那一集都說了 未來的《一零年》 其實有很多很多新書 《亞Sir》有兩本 《小威》有再多兩本 我們接下來就先說 《小威》的其中一本 就是《大合傳奇》 這本書 又是脫了幾個星期沒有說 我自己看 這個故事其實都 坦白說 用我的角度看 有點老套 不過有一個位置 我很喜歡 與其說我很喜歡 不如說 其實比較之後 我喜歡了 其實說得 《大合傳奇》 一定是跟《溫相群合傳》比 如果說 人們潮不潮 型不型 說畫面的吸引度 當然是《溫相群合傳》好 但《老鳳》 可能因為他真的吃過野粥 和李沉舟打出來的一拳 就是 那個是超級殺眼 這個就是我想看《古裝武俠》 就是《老鳳》打出來的那拳 我們經常都拒命 那些人一拳打出來 是不會伸直拳的 除非你已經打到那個人 否則你是不可能打直拳 因為你沒有力了 因為那一拳 應該是打中人的定格 其實在《喜智》 那個人的適用 就是去世以老 什麼招式 都有去世以老的一個臨界點 你打一拳 就是你伸直了那拳 那拳 那拳就老了 其實中了都還沒有直到的 就是去圓 只是中了那一刻 應該是最直的那一刻 然後 那個問題就是 雖然《老鳳》這裏 還有一些是 完全伸直了手手腳腳的畫面 但其實他有好幾下 很多下 不是好幾下 你沉舟打出來的那拳 是真的一拳 咬下去對方的臉上 那個感覺是很痛的 對方應該是很痛的 對方應該是很痛的 交到氣的 真的交到氣的 打那個人又交到氣 即是不像警察那樣的 哈哈哈哈 那些人做氣 他被人打那一拳 那一拳 那一拳也是刮下去那一刻 還沒伸直了手的 哈哈哈哈 還有我想告訴那位警察哥哥 即是刮你的臉盒是不會暈的 你下次麻煩自己 就下位被人刮中下乏才會暈 那可能是蓋中椅子 那些東西 可能這女生是鐵砂掌 不是啦 除非他懂的是北斗之拳 否則沒可能 中了北斗有情拳 即是刮不會暈的 媽媽就不要經常都教兒子 打兒子不要打 不要打臉 我怕蓋到椅子 是會震到一個腦 不是啦 我要比較是他那一拳打中的位和他的力度 你不知道他什麼力度 根本就是你一看就看得出來 打中太陽月是會暈的 我有經驗告訴你 打中他的拳骨位哪可能會暈的 算了不要評論這件事 警察是警察的制度 即是 說回路逢先 OK 我覺得他打鬥的氣氛 即是我就這樣揭 因為我沒有提 那 他的氣氛都很揭 因為沙石泥塵 沙塵滾滾 他會做到的 還有一些風位都做到很足 反而其他做不到 例如他退後的 你會看到有條軌跡 即是殺車狠 人欲殺車狠 樹葉是會飛起的 這些是 這是意境的表達 是的 即是用環境告訴你 個人的物理反應 即是怎樣 是向後還是向前 不是每次都會爆石 所以我對大俠傳奇 雖然不知為何他做那個分析 始終都是這麼暗 即是這麼淡 但是 而且故事本身還是很傳統 好像看刀劍少 但 以現在這幫助理 我絕對相信他沒有自由人 那幫助理這麼強 即是以前 我忘記了是青蛙組 我回去覺得像霸刀 是的 但回到以前JA初段那種時間 他都很豪邁 即是粗造 豪邁 但是 仔細了 後期的 因為JA初期都比較幼細 我記得 他現在就粗造一些 是的 到了後期 好像第二代桿門師 就會開始粗一些 但譬如你看回 剛剛施迪揭這頁 我不知道是第幾頁 說的是李沉舟 第十頁 想回之前跟柳五吹水 然後被人靠在後面 你看到 其他作品 很多時候 兩人喝酒 就一直坐在那裡 沒有動作 而且腰部很直 一定坐得像關公下棋 看著一本春秋 但是 李沉舟 或者柳五 每一兩個人 一個是豪邁的 他有他的特別的動作 肢體語言 然後坐在身上 就會動起腳 但是你看其他 譬如 還有柳五也會拿筆線出來 當然 勉強都算好的 譬如是 我想不到 但應該說勉強算不好 譬如說 黃蜂雷轉 老邪神和東方無敵打遊戲 當然也好 他們想去打遊戲 也算設計場景 但是 很直的 硬盤盤坐在那裡 然後聊天 還有賭武式 我最救命的 每個都是這樣的 對 每個認真都是這樣的動作 但這裡 我就這樣看到 你剛才聽到 少汗風雲前面 在那裡喝酒 兩個人 一個可能是拿著一把線 一個是跳腳 一個是躺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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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已經有一點 有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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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達 對 所以我其實 對於大俠傳奇 一直都不算很欣賞 因為故事其實不太吸引 但是 好像我們最初都說 其實老鳳是回來了 在那個氣氛上面 要不要扣頭 我們 那又不再扣頭 我們最初都說 他的事件 只不過是故事悶 好像我們 漫鏡開頭平的時候 一樣 總而言之老鳳 很差勁 爛船都有三斤釘 你看到他的功力 在什麼地方 就跟 早兩個月 我們稱讚古惑 一樣 牛腦都會在這些細位 披震得到 這就是功力 不過最大的問題 就是故事很悶 所以我不想看 這就是他最大的弱項 還有那個顏色 損色的問題 你說到老鳳回來了 所以說你問米 貴的老鳳回來了 公認老鳳歸位 是啊 大師兄回來了 還有我覺得如果短期 就是可能初期看的時候 他真的還沒上來 他這期 現在的製作團隊 有無合得OK 你是不是就這樣看 你拉下去都感覺 就是像一本 就是 不可以說一線 但是最少都是二線頭的書 是啊 就是揭落 我沒有 就是會 沒有初期的感覺那麼差 至少 畫面已經順 至少彩膏 我覺得漂亮了 因為 彩膏已經沒有之前那麼暗淡 之前的聲音很暗 很灰 希望老鳳這個團隊 都越做越好 繼續上力 都是那句 任何一間公司 那麼小威這間公司 接下來 出 不是明年 說錯 今年 就會有 《迷你世界》 不知道誰畫 我比較期待鐵血螳螂 但是鐵血螳螂 我怕很老土 我固然沒看過 所以我不敢說 因為我聽 星期六 聽了某網台的另一個節目 聽老讀者說 聽什麼某網台 賣Radio的 《動漫遊世界》 被人囚囚 叫《港漫遊世界》 是啊 沒所謂 那我不敢說 我自己給別人解釋 在香港說 《港漫遊》有多奇怪 不是 他專門去動漫遊世界 我聽他們形容 因為我沒有看過鐵血螳螂 那些 《橋段》 《橋段》 我記得 新的 自斷 自斷一臂 然後變成手刀 拆穿別人的心口 這些 如果他寫得出來 我是會期待 你說《迷你世界》 《迷你世界》 你期不期待 一個鬼王 整個《迷你》 也會有你的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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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不知道要飛手還是要飛頭 那我想 《迷你世界》之鐵血螳螂 但他可能會飛頭出來 撞到對面的頭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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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多橋段都可以出來 《迷你螳螂之鐵血》 《迷你螳螂之鐵血》 《迷你螳螂之頂頭�》 《迷你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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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某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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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好 最後一本本今集 香燒肉韻 香燒肉韻是甚麼書 香燒肉韻 應該是語場片 天子綠紅毛大帝之香燒肉韻 十三又死一件 死剩三件而已 就是小件少 死剩拖雷 十尺和十三 這三個最厚 八顏都還沒死 還有十尺 十三 康雷 拉奇 八顏都還沒死 八顏都還沒死 八顏都還在做皇帝 八顏都還沒死 八顏都還在做皇帝 八顏是否最後死的 應該不是 他應該走的 因為袁順帝是回了蒙古的 十三契可能最後就是死剩他 因為陳友諒是一定死的 如果十三繼續是陳友諒 陳友諒就會死 除非他才說我不做陳友諒 你知道他很可愛 不做不做 歸夫球會直 我要做朱元璋 我要做朱元順帝 然後拖雷死硬 他都說到下期有香燒肉韻 然後術赤最後會跟徐達打 除非徐達不殺他 否則也會死 最後反而白眼都是 都說這些就是大雪的 道家所謂的無用之用 沒有話要說 沒有話要說 不要這樣啦 香燒肉韻 大家覺得 陳友諒 我覺得很慘 給一些漫畫 累死了 你看搞到讀中文系的阿慧曾幾何時 竟然以為香燒肉韻 一定是趕女兒被人強暴 然後自殺才叫香燒肉韻 所以漫畫教壞人 看看有什麼地方出現 龍虎門一定會是這個劇情 其他呢 其他比較少 很少其他人用香燒肉韻 黃先生特別喜歡用 他以前幾本都用 今期拉其死的 我覺得好像寫得比較長弱 不知道是不是 其實他都沒有說是否真的死 好像在最後又留了一條伏線 死了啦 死了啦 有什麼伏線呢 不是啊 漫畫上個星期說的 就真的好似阿慧今個星期所寫的 那個走勢 你所謂的一條伏線是怎樣 還有什麼可能是不死呢 不同的是 死了才加入 死了他 現在他是說他是十三個其中一個 死了才加入這個逆我同在 死了才加入這個逆我同在 即是他沒有過去底的 這個其實 我們之前分析過逆我同在 這個是他自己妄想出來的 他今期有說的 他模仿出來的 而不是那個人的榮 不是殺滿魂術那種 即是如果他這樣寫 我覺得這件事是容易解決的 即是阿十三是很有品的 等你消失了才知道是模仿你 就不會等你還在現存在市場的時候 我就出本什麼什麼轉 就會抄你的東西 神經病 他現在所謂的模仿是什麼 是他自然其說的 根本就不是 根本就不可能模仿你 我模仿你我就有你的輕功 我模仿你就有你的武功 不可能模仿到別人的武功 最主要是你模仿到招式就可以接受到 輕功啊 武功真的遲些拖累死了 他又模仿人的毒 即是他看電影都模仿招式 模仿都可以嚇死的 武漢推車 即是你不合理的話 你什麼都可以說是模仿 如果這樣都可以的話 他無敵的 煮飯的技巧他都學了 拖累死了 誰又死了 他就是十三個武功都在他 立刻自然認識了黑蛇 但是你可以說十三是自欺人的 他應該無法模仿拉奇的先天真氣 唱歌的技能 走音 他覺得自己模仿了 勉強都可以的 但是我想說一下就是 今期他跪在那裡下雨 然後向天 仰天長笑 然後說 我不想要啊 不想要啊 這些我覺得很害苦 很黑暗啊 是不是 都是啦 當年黑暗的最後輪迴境界 我沒有這種感覺 我覺得很合平合平 是不是很滑了 我覺得不一定要這樣 但也沒有說不一定要這樣 對的 那麼拉奇對他來說 那時候是最重要的人 但是十三是我覺得 比較內斂一點的 一個人 不會這麼 讓天長笑 說出自己的情話 或者這樣說 我們當給一個機會 如果十三 一生人要有一次機會 去這樣崩潰的話 可能就是這一次最適當的時候 希望啦 反而我反而就是 如果你說到這樣的話 我覺得其實十三和拉奇 在故事裡面 他沒有給我 他們去到這樣的關係 從來都沒有說過 十三喜歡拉奇 喜歡到這樣的 其實因為 最初大家 一起成為十三役 他避開其他人 就是因為他覺得 他黑其他人 認黑其他人 然後到 我忘記印象之中 好像是鐵木儀 然後他回到天原國 殺了真正的 殺了徐秀輝 然後自己取代陳友良 做了陳友良之後 經歷了一些事情 其實他的心思盤算 應該還是在怎樣幫完 最小的畫面 在故事上面 告訴我他 是怎樣幫完朝 利用天原國 抵抗漢人的對抗 中間其實他們兩個 沒有經歷 就是說過了幾年 但我完全感覺不到 那段時間 都是因為十三役 要去救拉奇 而不是因為他很喜歡 拉奇 要去救十三役 雖然那時候我看過 似乎有機會 跟十三 拉奇和 常宇春 三個 搞三個亂 但是那時候都寫得很薄弱 有某程度 可能是我自己 過分頭寫 最後終於發生了 但過程之中 他又沒有花特別的篇幅 去講他們的感情進展 十三和拉奇 十三喜歡拉奇 這件事肯定 有說過 即是他沒有告訴我喜歡拉奇 但是那個佈局不像 寫到他急期會有這種表現 他沒有用一些事件 告訴他之間怎樣產生的感情 但是你會看到 剛拉奇說到常宇春的時候 十三是有吃醋的表現出來的 吃醋不代表是愛的 可能是純粹妒忌 那種佔有肉 寫明說他其實對這個女生 並不是只不過是可能 即是大家最初以為 覺得十三年之間 可能只不過是家人 是兄妹的那種感情 但是如果你去到峽谷妒忌 一定不是家人和兄妹的感情 那麼簡單 一定是跳上去 即是人家可能說 可以說他其實 還不代表他很喜歡 是可以不是很喜歡 但是寫明 他至少當這個人 已經不是家人 希望成為對象之一 我同意只是他給不到一種感覺 就是愛到這樣的地步 即是現在不是說他沒有說過 而是說得描寫不夠深入 他們的關係不夠強 常宇春和拉奇都有這個感情 他們的經歷真的很多 阿斯迪就是說 其實常宇春和拉奇都不是很難得協 只是互溝而已 但是他們倆都給不到 可能是中間 常宇春在很開頭的時候 就是覺得這個女生很可愛 他有暗戀過他 但是是不是暗戀到這麼瘋狂 其實沒有一種這樣的形容 反而反過來 赤魯溫從頭到尾 暗戀鐵木兒那段 是寫得很出的 這個人擺明了 是很明顯 這個人是愛得很瘋狂的 所以我希望十三後面 如果後面再出來打 可能補完一些 他這幾年來 在天原角和拉奇相處 那些畫面 這樣就可以 又來 就像上次說黑死病 這樣說幾年前 又來 等出這個天子陸外前轉之拉奇外轉 不是加插內 天子六點一二的 天子六點一二五 今期十三和拉奇的這場戲 有一點點令我想起 就是之前朱元璋的黑化那裡 你很想寫一件事 但是又是你鋪得不夠 令我感覺這個只是硬設定 讀者是不會自然認同 甚至乎投入的 我反而想一下赤魯溫 令不黃禍那一段 我常常 我看著 就是 我不想要那一段 我覺得 咦 下一段是否會出黃禍呢 反而 比阿朱赤更早 但是 可能額頭會出現一個問號 按照你們的想法 又有一間那些 一定是問號 一定是問號 黑禍變成出黃禍 黑死 反而不是 我看 楊宇春和拉奇這段 我的重點是放在拉奇 因為你說 拉奇和楊宇春之間 多人可能不太經歷 但是 你會在之前那些情節上 你會看到有時候 在小動作 你會看到他們兩個互相之間 對方是緊張的 就算見不到面 但是都會關心 或者是在乎對方的 你會覺得他們兩個其實有事的 不過 沒有說出口而已 你會有感覺 有啊 拉奇只能說一個字 只能說春 但是 拉奇和十三之間 你從來沒有篇覆 去說過 拉奇對十三是甚麼態度 但是他這裏 最後又說 我就是很不喜歡 我們之前覺得 你應該是喜歡常宇春 但是最後 十三跟他表白的時候 他告訴你 我又喜歡你 你不就是孔詞 不要玩了 等等 可能蒙古人不一樣 我看完這樣之後 我對拉奇的感覺 大打自扣 但是你蒙古人和漢人的倫理觀 那你沒有辦法去挑剔別人 另外一種民族的倫理觀 不過我不說他不好 我只是說我不喜歡 不是倫理的問題 是感情根本就是硬來的 不是啊 我也同意是挑剔別人的 還有他喜歡 喜歡而已 還沒去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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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沒去到那種男女感情 我也喜歡 但是十三就誤會了 以來都想追求他 對 其實他不喜歡春春的 但其實他喜歡春春 其實是明顯的 要不然上一集也不射甲 是否喜歡呢 還是只是放心 信任 信任 是有些 你要去到 有些感情才可以 信任 因為始終 這麼久以來 拉奇的感情表達 是比較 含蓄 甚至薄養 很難完全準確揣摩 他那個真正的熱心意 如果用天子錄的故事 由拉奇出場到現在 他對常月春 給人的感覺 或者給讀者的印象 一定是喜歡常月春 因為他對其他人也有好感 但他的反應 不會是這樣 我感覺 他只是當常月春 是一個可以交心的換伴 換偶 去到男女情愛 那個地步味 因為 一直看我就覺得 常月春是武漢 看看什麼時候 誰搶贏的 你別那麼悔心 常月朗 我是忘寶寶 我準備給你 敏昌的魂魄 你也是常月春 連讀者都說 都覺得你很像 所以你也是 Course硬的 算了 都好過白眼 白眼有其他人Course 有個台灣 台灣歌手 Course 很像 大家上Facebook 講了香蕭肉運這麼久 還有今集的另一個重點 就是這個 黑死塔 黑塔 終於都來了 神棍VS這個拖雷 解釋了 為什麼他身邊有老鼠 原來就是 因為他是人 所以有時候都要放毒出來 放在老鼠身上 如果要的時候才吸回來用 即是吃未難倒 對 如果我當這一招 絕對足以摧毀整個歐洲的黑死 我覺得其實 而歐洲的黑死亦 都是由老鼠引發的疫症 簡單來說 就是鼠疫 當時來說 我也覺得 其實跟歷史事件上的配合 其實都很合適 我也覺得這個處理不錯 我期待他 神棍就算打贏了拖雷 但後面的手尾筋 是有很長的手尾筋 這種所謂病毒 不是一下子就出現了 好像當日那些人 為了對付H-Man1 吃藥 吃藥骨敷的後遺症 其實就是他為了解決他的手尾 所以 劉伯溫要吸掉他所有的毒 然後將他不停地過濾和淨化 所以他人是弱得很厲害 之後就一直都無法再打 即是將他被迫在武鬥上退場 那也挺慘 打一場 但不合理 如果不是他又變成十大高度 好像是一 不能打的 其實地方實力越來越少人 除非大家忘記了第一期 如果不是你又會想想 他什麼時候又會提升那些功力呢 林老 那他會淨化了 到他68歲的時候 就將所有毒淨化了 然後到被殺的時候 或者爆豬 最後一下 但他不會用黑死來對付朱元璋 那就用回最強的九轉飛星訣 飛星九轉訣 飛星九轉訣 飛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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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應該不是一些很長遠可以 無限地使用的武功 因為之前不停地 經常都有其他的角色問 他什麼時候學會這麼厲害 會帶出這樣的問題 如果他本身已經是長期的武功 將來劇情可能很難回復 像第一期那樣 為什麼這樣 最後又說自己沒有自力 很多問題出現 他已經差不多接近頭三名了 他已經到了朱元璋的境界了 我懷疑 現在朱元璋和他打都未必贏 如果大家覺得飛星九轉訣是難記的 飛星九恩哥 因為他全部都是七七四十九 八六四 九九八十一 最終那隻是八八六十一 應該是九九八十一 最終那隻是九九八十一 那就看看他怎樣 但某程度經意朱元璋確定了 是不會再參與了 純粹在神棍怎樣solo 不會的 因為他沒有抗獨力 而且都下跌了 沒有的 如果現在一百六十一 還有三十期 那麼朱元璋應該是留下來打 在月球 贏了的那個人 回來的那個 不是 他今期都出了張士 可以 我覺得有點浪費 是嗎 因為我覺得三十期之後 不會再有他們 很大的蝙蝠 或者出來搞局 因為張士誠很快 就是KO了陳友亮之後 然後很快就贏了張士誠 大家心目中有數 就會覺得這個 不會是有什麼氣氛擔倒的 三十期剩下 宋帝炳、張士誠、陳友亮和韓林兒 接下來我覺得 沒有人分 還要趕走圓國 還要趕走蒙會 我趕走一下一下 一句就搞定了 撐你啊 撐你啊 走 趕你滾 趕你滾 趕出去 不要小黑上身 張士誠也不打的 他轉了行 做了這條拯救隊 他現在是這條輔助隊 就是他的弟弟 勉強 他可以輕輕拉 就是很快打完的 因為之前已經說過 神棍已經插了一條針下去 就是聚保盆的部分 所以可以很快 很圓滿地說張士誠 追打滿實力的 因為你現在有推出一個新人物 真的嗎 還有術赤呢 每個都分 天場第五零都還沒出場 每個都棋男子 張士誠也說棋男子 王寶寶也說棋男子 最少也要打兩次 那個年代是盛產棋男子 張士誠也說棋男子 是棋醜的男子 王寶寶是奇怪的男子 不要誤解了棋字 不是啊 棋字是說他很好打的 夠不夠時間啊 你想說什麼 小編本啊 不是 龍虎門 今期寫得不錯 這個 上期就是白熊出賣 白木崖 聽不到 是你 這麼混蛋 過程之中 他都花了幾多蝙蝠 以這個配角 以及龍冠天 又不是一線主角的人物 因為舊主那一套是暗然離場的 但是今期 他這班的Catly Effect 的戲真的交得不錯 我某程度看下去 好像在看電影 氣氛感有多強 我也覺得不錯 其實這一期不是打得很厲害 或者反過來說 直到王小虎出場之前 我也覺得好看 一到王小虎出場 我就覺得你老美 我認同 要不要又這麼厲害 那你不用打了 你世界冠軍 我反而著重點 不是他要不要這麼厲害 要不要又說 給人家有狗羊 我怕你不知道 真的很悶 你每次出場 就說給人家有狗羊 鬼不知道嗎 老闆 我覺得之前 一直都說 他們的恩怨情愁 都說得很好 不要說很好 都算OK 交到課 交到課 白熊出賣 對不起我不是人 我們全部都不死 我全部都不投降 一定要跟唐主一起共榮約 好 然後跟我打 啊 徒弟仔 跟我打 阿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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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嘴 阿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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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廊 阿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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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是這一點我已經不滿意了 這項好像有點貪心或者擺位的問題 其實如果一個角度可以拿得好一點的話 應該就是想能夠表達到那種王小虎的從天而過的威勢 可惜就是跳狗你 可能就是為了要畫青龍 這個港脈堂成棟大廈可能是歷史文化遺產 然後又要畫整個新的四郎又要畫一隻大老虎 那你太多樣東西都各佔三分一比例的話 就變成互搶了 氣氛不夠強烈 我反而覺得四郎好像在看煙花一樣 嘩好漂亮 那隻老虎其實是天殘腳的 真的長一段 為什麼老虎是天殘腳長一段 龍虎們的燈光真的要再一次救命一下他 要踩一下他的台 其實這一段寫到現在來說 我都覺得比舊主略為好 即是阿勝獻到公教 大家都回來了 比萬有這麼厲害 一段段 大家都三魂就不見了七魄 未是十足狀態 所以只是個別時間好 但是王小虎臨尾 他就為了補白毛崖走 自己就一個抱上身 又出口術 就是打算療慶你 讓白糖主容易走 這些編排其實是合理的 只不過是中間太多沙士 無緣無故又要說他九陽神功底 九陽 我又不相信他有時候對著這些高手 他會無緣無故只出到第四陽 這些是無謂的 陽偉就只剩下四陽 所以我覺得無緣無故又要弄得 小虎出來好像贏了 一點都不好看 但是說到最後 他單打獨鬥 當然任何在場一個都不夠高 所以最後就有這個畫面出現 但是你想想前面 道經三十八重天 道經三十八重天 跟你九陽相差那麼遠 要不就要講到四龍 你說軒圓通天決 軒圓經天決 三十八重天跟你九陽相差那麼遠 你要贏都是贏技術 而不是贏耐力 那你不要一開始就 但是反過來 你前面講到四龍 強攻八武崖 都還打得勢軍力敵 沒理由小虎一下來就贏了 因為這樣就是說 你連老韓磚都贏了 一早八武崖通天教他們 又不是不知道王小虎起到 如果他強得那麼厲害 是一個王牌 根本這個變天行動 都實行不了 如果這樣 我們之前講過 這群人走來應該是送死的 一個王小虎收光的功 而且小虎作為一個Straker 這樣的角色 我覺得他不合格 出來就只是耍 純粹耍 很行政 我真的不知道為什麼 這三個主角真的寫得那麼順 但今期還有一個位置挺有趣的 就是白毛崖 所以他臨尾想激發其他廣法堂的會眾 大喊 小虎老母 紫士漢堡 小虎老母 但是在陳奧雲雅中 哇 白毛崖這個人功於心計 激發別人 哇 實質是非常搞差的 那是什麼人看什麼 是的 我身為讀者 如果在這個通天方言篇裡面 那麼久以來白毛崖其實呢 他每一次都是很正義的 永遠只是旁人認為他 是宗師來的 他是有一點點心計的 但是他的心計是不是 因為 為了保住大家 或者這個大局 他本身的個人是這麼 像陳奧雲雲所說 哇 這麼搞詐的呢 那我作為讀者看到 究竟我相信哪個好呢 我可能覺得他到了這個關鍵時刻 不會 去玩弄這些小心計 我覺得白毛崖是真心的機會 我覺得這個真實是怎樣不重要 重要的是 在很多舊處看完之後 覺得白毛崖是一個正直的人 但是到現在 你是會令讀者動搖 究竟他會不會真是奸人 除非陳奧雲看錯了 或者想多了 這件事是他成功的地方 是可以動搖了讀者本身 對白毛崖那種印象 這個場面很醜 這個是挺成功的 因為我覺得在這一點上 到現在其實沒有人這樣說 究竟他是 白毛崖跟龍貫天串通 真正出賣 我告訴你 主要是打完錢門 會不會串通出賣自己的堂口 有什麼問題 為什麼不可以 如果你有更大的利益 在你前面 我堂口算得什麼 除非真的說 而一個奸人的心態有什麼問題 我很害怕 你不會串通出賣肺 你一定要害怕我 串通出賣咬借 說一遍 雖然這麼多三個堂 但是最後有一幕就大發人心 算這個上次 賣什麼發人心 如果他有事 有些假唱 等於小龍上次 為什麼我好像沒有看過這一頁 我還未看完 可能我看到少傅出場的表情 然後蓋上去 太威風了 馬上蓋上去 可能是 我真的未看 維偶這裡就是 廣發堂這一幕的最高潮位 其實說到尾都是陰 就是黃小虎 變天行動 其實是陰王小虎 不是串通了 剛才冰芝士說得更大 其實白亡鞋其實不可黃小虎 看到嗎 地獄隊 紅絲 天道和奧家 Gel頭的陳道雲就是奧家 白髮的就是天道 金色頭髮就是紅絲 廣萬次空 來不來就要做一個一抽三 男女一插就插人的胸 什麼啊 角度問題而已 還有黑骨銘心爪 如果不是抓到心裡 那你用分肩脫就算數了 用什麼黑骨銘心而已 說完 這些重要的位置 當然是給主帥 他搶公 不是啊 他主帥就是你打頭 如果心裡中了 你就贏了 可以殺到敵 你就搶了公爐 龍館一直都說 公在四龍元帥 怎樣打 都是四龍元帥 拿公就行了 沒所謂 我問大家 下期會不會如大家坐完 跳完我實在 最後兩頁 不然你剛才的情緒這麼亢奮 平復了沒有 對呀 看到小虎瘦瘦了 最後說下期的廣告 應該是聽了我們的廣告 廣發堂就不再好像龍狗虎門 看到那個法字 不是那個法字是看不完的 那個間隔正確 龍狗虎門 沒什麼話可說 說完 先說完 下個星期 今個星期四 繼續有ACVPLOS 《金日報新番》 第五集的 《John Amazing》 以及《動費》第202集 2009年 《日曼》的《金蘭蘋果》評選 已經在準備開火了 在留言板 有人說《One Piece》不好 自然會有人說《One Piece》好 這些人很理智 好 這些就無知了 下個星期再見 拜拜